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全村送行老水牛 陆南村是一个不大的小村庄 这一天小村庄里特别热闹 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来到村子老吴的家里 请问你们这事要去做什么呀? 今天我们村的老吴要嫁女儿 我们这是去送礼物的 原来是这样啊 嫁女儿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难怪你们村子里的人都去道喜呢 老吴 我带了一些汤圆 特地来给他送行 真是 太谢谢你们大家了 啊 他就是老吴 看上去好像有八十多岁了 他嫁女儿 那他女儿多大了 等一下老吴的女儿就出来了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啊 你们所说老吴的女儿 不会是这头大水牛吧 这头水牛他看上去年纪也不小了 没错 老吴一直将这头水牛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们都说他今天要嫁女儿的 这头水牛今天真是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啊 是啊 这头水牛究竟做过了什么 让你们村子里的人都这么喜欢他呢 这是我们村子里最后一头水牛了 虽然他是老吴家的 可是村子里谁家需要帮忙 老吴和这头水牛总是会出现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了 收获的稻子可真不少啊 是啊 老吴 你这是去哪里啊 哦 我刚去帮我们村里的王老太太 把他田里的稻子运回家 王老太太他孤儿寡母的 生活很辛苦的 能帮忙就尽量帮忙的 老吴 你心肠可真好啊 你的这头水牛也跟你一样 也是个热心肠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牛啊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大家都是相亲的 能帮上忙的 自然要帮一下啊 哎 你家的稻子 怎么还没运回去呢 别提了 我让我儿子回家推车来载 谁知道他一去就是大半天 那小子肯定又在偷懒跑去玩了 哈哈哈哈 那不用等他了 让我的牛车帮你载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你们刚给王老太太运完稻子 水牛一定很累了 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老伙计 我们帮忙把这些水稻运回去 再休息 好吗 你看 他说没问题呢 老吴 你的牛还能听懂人话 当然了 他很通人性的 我说什么 他都听得懂 他只是不会说罢了 大水牛啊 每年稻子收成的时候 你都帮我们家运稻子 我也没什么可感谢你的 这些青草是我刚刚割回来的 很新鲜的 你就多吃一点吧 哎 老水牛 我从小就和你在一起玩 听说你也曾经照顾过我 现在鸟走了 我真的很舍不得啊 老公 我好了 我们的孩子不见了 啊 他跑哪里去了 儿子 你在哪里啊 阿胜 阿胜嫂 你们再找你们家的儿子吧 是啊 你看到他吗 你别太担心了 你儿子没事呢 他一个人跑到我田里玩呢 我怕你们担心 所以就来和你们说一声 原来这样啊 这个调皮的臭小子 吓死我们了 现在他不会一个人在那里吧 万一掉进水沟里 那要怎么办呢 你放心好了 他和我家的大水牛 正玩得不亦乐乎呢 娘娘 吃吧 若是好吃 我再帮你多取一些来 哎呀 儿子 小心不要掉进去 你放心 大水牛是不会让他靠近水沟的 真没想到 你家的水牛还会照顾孩子 当然了 当然了 他很通人性的 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你们这是要将他送到哪里啊 这头水牛在我们村子里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了 现在他老了 干不了活了 而老吴的岁数也太大了 没有办法照顾他了 你们不会是准备将他送到屠宰场吧 我们怎么会这样做呢 老吴不会这样做 我们更不会答应 这头老水牛为我们工作了那么久 怎么能因为他老了不能干活了就将他送到屠宰场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见过很多牛妈老了 不能干活了 便会被主人卖掉进行屠宰 那样做的人太没良心了 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 老吴他联系了一个农场 让大水牛在那里养老 他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想想轻浮了 老伙计 那个农场我去看过 环境很不错的 非常适合养老 老伙计 谢谢你这么多年陪在我身边 你们看 老水牛哭了 我说过的 他听得懂我的话的 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老伙计啊 到了新家一定要听话 那里有许多人会陪你的 你在那里吃好住好 再也不用到田里拼老命了 老伙计 我会经常去看你的 我这个老伙计 他听得懂人话 只是不会说罢了 真是太感人了 人和动物如果都能如此和谐的生活 那该多好啊 是啊 老吴说的没错 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和他们相处久了 他们是能听懂人话的 只是他们不会说话罢了 老伙计 阿发 我们要去哪里啊 不就是吃一顿饭吗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啊 嗨 你不知道 那个小镇里的野味店 非常多 而且味道都很不错 我们要快点去的 去晚了 可就没位置了 哦 那里的生意真的这么好啊 当然了 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 你看 这些人也都是去小镇上吃饭的 我们可要快一点了 哇塞 这里的野味店真的很多啊 是啊 不过 今天这些店里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以往这个时候 每家店都是人满为患啊 难道 你们不知道 今天街东头的杨老板 要亲自上演一首名菜 是吗 杨老板他不是屠夫出身吗 他还会做菜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那道菜 我想也只有屠夫出身的人 才能做得出来 你们俩也是可以去开开眼界的 开眼界 我们去吃饭 应该是享口福 而不是开眼界吧 你们 去杨屠夫的野味店看看以后就知道了 我相信 他今天做的这道菜 一定会让你们终身难忘的 是吗 是吗 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的 街道东头 不过是一锅驴肉汤而已 有这么吸引人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驴肉 只有刚刚宰杀的味道 才最鲜美 所以 我想大家 都是想来品尝一下 最新鲜的驴肉吧 看来 老兄也是喜好美食的人啊 你说的没错 刚刚宰杀的驴肉很鲜美 但是 杨老板今天的这道 浇活驴的味道 更鲜美 浇活驴 什么叫浇活驴啊 所谓浇活驴 就是挑选驴的后腿 背部 肉质最佳之处 然后 取锋利的短刀 在活驴身上 割下一片皮肉 接着 取一勺滚烫的老汤 浇在驴身的伤口上面 冲去血污 然后 等沸汤将驴身上的肉 快烧熟时 在皮下的嫩肉上 挂下鲜肉 放入盘中 再配上姜蒜和酱料 那口感 真的是十分好吃 令人回味无穷啊 天啊 这真是太残忍了 对于驴子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次 生不如死的煎熬 其实 这道菜的残忍 也是一大卖点 很多人 更想看驴 生不如死的惨像 走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真是太残忍了 杨老板 你这个人的心 实在是太狠了 活生生的驴 让你整得这样 生不如死 真是太不应该了 哈哈哈哈 哎呦 我还以为谁在骂我呢 原来是你李老板啊 怎么 难道你的野味店里 没杀过动物 你我都是干这行的 就别装什么善人了 没错 我店里野杀动物 可是 不像你这般残忍 你既然 要杀他 为什么不给他 一刀痛快 却要这样折磨他呢 你难道就不怕 遭报应吗 嘿 姓李大 你之前 跟我一样 也做屠夫好多年 杀猪宰羊的事情 干得比我多吧 现在还在我面前 说什么报应 呸 不要在我面前 装清高的 哼 你这样残忍杀生 早晚要遭报应 哼 多管闲事 杨老板 残忍的骄活驴 竟然颇受欢迎 每个月 他都会用这种方法 宰杀两三头驴子 杨老板 今天你又要 做骄活驴了吗 哈哈 原本是想做的 但是 今天你来的 也不是时候 这头驴 已经死了 如果 想吃驴肉 就请坐 如果 想品尝 浇活驴的味道 哈哈 那就下次再来了 杨老板 我劝你 还是不要再做这种 残忍杀生的事情吧 否则你身上的罪业 将会越来越重 终究有一天 会将你压垮的 啊 对